冒充我的有不少,要注意识别,我不会主动发私信要分成的,如有遇到的,举报拉黑,一,盘面盖矿大盘早盘,在内外烟的进一步影响下彻底崩溃,早盘大盘低开跌走,早盘跌破2800点之后没有任何抵抗,盘面上只有不断的抛盘出现,也没有多少卖盘满进,各大百块纷纷走弱,午后过后,大盘进一步崩溃, 个股纷纷恐慌出逃,盘面一片惨淡,两点半过后少量的抄底涌进,但大盘还是无力回天,抛牙太大了,创业板则在创新低,盘面上只有受益息不开发的相关板块和个股上涨,其他板块全线静默 三,操作建议,即策略从操作层面来看,在大盘不断反复的情况,只有通过控制仓位来控制回撤,早盘我自己是有加仓工程机械个股,业绩超预期,最近的仓位不会过半仓,目前的仓位在四成左右,明天看盘面情况再来加减仓, 文章后面的多一些哦,里面有排名的,谢谢,看完,摇缠万贯,本号主要是一个以重生个人的身份,分享个人对大盘的分析,思考,看法的平台,没有建股,操作指导,玫瑰收费等证件会,明令禁止的违法内容哦,只是点评,不作为买卖依据,至此入市,风险自单,股市有风险,投资是建立在独立 思考上做出买卖判断,如果喜欢可以关注我的号,想要交我为朋友都可以自信给我,马子很辛苦,是尊重,评论是美德,打赏是鼓励,为了支持真哥有班专动力,大家多点击,一下下面的广告呗,谢谢大家,你的每一个,每一条评论,每一次打赏都可以为我的加分哦,希望大家多多互动,谢谢,如果喜欢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